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把你想象成化妆师 我们每天都在节目做 你给我化妆就懂 你还记得吗 记得 有一次 我把你想象成公司的老板 我们面对面办公 我们的爱情 从那时开始 你还记得吗 我也记得 还有一次 我把我们两个想象成兄妹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我们彼此深爱着对方 但是家里面不同意我们的感情 我被迫跟一个不喜欢的女孩在一起 太好意思说 那后来呢 后来你就想尽一切办法证明你是爱我的 你跟我表白 我们突破层层困难 走到了一起 这个我也记得 你看 你曾经多爱我呀 我哪有 十年的老不老妻 你还能再为我害羞 真的是难得 她能不能要点脸 那有应急招待症 能不早跟我说 我怕你担心我 我每次遇到精神压力的时候 就会发作 我怕你 就像现在去 来 没事 沈总 沈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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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总 沈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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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沈总 沈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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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亿要搞什么了 别动她 都怪我 现在这个时候跟她说离婚 她一定压力很大 童谣现在发作了怎么办 沈亿 我怎么了 你是 你好 我是苏律师 今天过来为两位办理离婚手续的 离婚 我们才结婚了一个月 离什么婚啊 亲爱的 那你还记得现在是几几年 2020年 我们才结婚一个月 你怎么就能离婚啊你 烈哥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你就先走吧 你当你的人还过 是 洪辉 你不会真要跟我离婚吧 我不是 我没有 我们才结婚一个月 怎么可能离婚呢 感情好得很 现在是回不如啊 洪辉 我跟沈亿聊一下吧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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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